各位 召集大家开这个会 主要是想科普一下这个 周一综合症 那个据我统计啊 余部长早上一共打了二十九次哈欠 其中九次是边伸懒羊边打的哈欠 还有六次哈欠 打了一半就被自己强行收回 有七次发出了声音 还有十二次是嘴半开半闭的 这里没有屁 这个众所周知呢 这个打哈欠这个东西是传染的 大家应该都有所谓是吧 据我观察 早上是集组长第一个先打的哈欠 然后办公室纷纷地就开始传染开了 据我统计呢 应打哈欠四人 十打哈欠四人 实际打哈欠次数是一百二十一 又三分之一次 回报完毕 三分之一是 对 马帅中间有一个哈欠 刚打出来 然后给自己掐回去了 记三分之一次 听说你也得周一综合症了 也 都得过 别有压力 只是没想到 连你这么鸡血的人都得 真是病痛无情啊 同志们 既然大家都得过 那我们更得重视啊 据我所见的这个周一综合症 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我们还有可能 政府都 匹匹区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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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不然,不然不然